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Java编程轻松入门系列讲座 那么这节课我们给大家来讲解Java中方法的重宰 那么什么是方法的重宰 我们接下来呢先不直接给大家讲它的定义 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的案例来引申出来重宰的概念 我们先做这么一个小案例 比较两个基本数据类型是否相等 那么这两个基本数据类型呢 它们可以是两个char类型 两个int类型 两个long 两个float 两个double类型 好 接下来我们来启动Eclipse 右击当前的包名 新建class 当前这个例子呢 我们是来练习方法重宰的 我们先写上方法呢叫做method 重宰实际上它的英文名字呢叫做overload 这是第一个例子 我们写上method overload01 点击finish 好 在上方我们增加上注释 control shift加上左斜杠 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呢先做一个小的练习 比较两个基本数据类型是否相等 然后通过这个小的例子 我们引申出重宰这个概念 好 我们现在在类中将main方法进行补权 奥 这加上左斜杠 按回车 加上注释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写 比较两个基本数据类型是否相等的方法 public static 因为我们要返回 是否相等 所以它的返回车是不而行 那么我们起个名字 叫做ecos ecos 是代表相等的意思 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就来判断两个char类型是否相等 一个变量名字是a 一个变量名字是b 好 接下来return a 等于等于b吗 我们接下来呢 对这句话呢我们进行复制 按control out加上下键 因为我们一共要定义五个 一个是char类型 int类型 double类型 float类型 以及long类型 当我们复制完了以后 我们看到当前的程序呢 直接就报错 我们通过提示我们看到 说我们当前这个ecos of这个方法呢实际上是重复了 所以按照我们以前的知识呢 在同一个类中 我们要想定义不同的方法 方法名字呢是不可以相等的 好 那我们不得不呢 还给其他的方法呢 我们起上ecos of 1 ecos of 2 ecos of 3 ecos of 4 但是这样起名字 虽然说它不再报错了 但是它并不够见名之意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 还为了见名之意 我们起的时候呢 还不得不这么来起 这是判断两个char类型 是否相等的 我们就叫做ecos ofchar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判断两个int类型的 a和b是否相等 那我们就ecos 好 接下来再来两个float类型 方法名字也启称 equals of float 再来两个double类型 equals of double 再来两个long类型 好 equals of long 我们接下来呢 使用直接进行打印输出的调用方式 sysout 再来按out加上左斜杠自动补权 那么我们就得使用 ecos of char来判断两个char类型是否相等 我们可以写上它的前缀 接下来按out加上左斜杠进行自动补权 那么现在呢 可以提示我们 当前我们已经定义了ecos of开头的呢 一共有这么五个方法 好 我们依次来使用 那么第一个是char类型 那么我们就来判断一下 char的a和 char类型的b 它俩是否相等 好 接下来我们按control out加上下键 我们复制五遍 那么接下来就应该是 ecos of int 判断 1和2是否相等 好 接下来 判断两个long类型是否相等 ecos of long 比如说100和200 好 接下来 ecos of float 那么float类型呢 我们要在后面加上 点f 如果我们不加f 实际上这个代表的不是float类型 那么double类型呢 实际上可以不用在后面增加 d 也可以增加d 也可以不用增加d 我们依然是判断 1.0 22.0 是否相等 好 接下来我们进行执行 因为我们所给定的两个食餐 a和b 都不是相等的 所以自然就输出来五个false 我们在后方增加上一个分隔线 好 那关键就是 我们在起名字的时候 实际上这种方式非常的复杂 我们还有其他的数据类型 我们也想判断它们是否相等 我们不得不在名字后方呢 我们起得这么啰嗦 其实呢 在java语言中 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方式 那么这种方式呢 实际上就叫做方法的重载 那么方法重载 它的英文呢 叫做overload 本身的意思呢 叫做超载 超过负荷 负荷过多的意思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解释 方法重载overload 就是指 方法的名称相同 但是行参列表不同 这种方法 就叫做方法的重载 那么行参列表不同 都包括哪些呢 就包括参数的数据类型不同 参数的个数不同 以及参数的顺序不同 那么当调用重载方法的时候呢 java编语器呢 会根据实参列表 寻找最匹配的方法 进行调用 所以 像我们刚才所写的这五个方法 因为它们的参数都不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遵循 java中重载的这个定义 也就是 让它们的方法名称相同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 对刚才的这五个方法呢 我们进行复制一下 好 为了方便我们观看 我们将当前的工作区 我们双击 让它放的大一点 我们把上方 这五个方法呢 我们进行注视 接下来将复制过来的呢 我们把后面的这个部分 全都去掉 我们都启成ecoso这个方法名字 我们分别删除这个方法 我们在后续 我们所增加的这些后缀 那么当我们删除之后 我们发觉 实际上编译器也并没有报错 这是符合Java语法的 实际上 这就是方法的重载 那么也就是说 它是允许在同一个类中呢 出现方法名称相同的情况 那么前提条件是 只要我们的行参列表不同 也就是参数类型不同 或者参数个数不同 或者参数的顺序不同 只要有这么三方面中 其中一种不同 那么都是符合方法重载的条件的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进行调用的过程 我们就可以进行更改了 那么我们的名称 就不用使用的这么复杂了 这些名称的后缀 我们都进行删除 只保留方法名字 equals of 好 接下来执行 OK 执行的过程是准确的 也依然输出了五个false 那么刚才我们说 方法的重载呢 除了参数的不同 还可以参数的个数不同 那么我们现在只是演示了一下 参数类型不同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写两个小的案例 一个呢 是实现死均类型和int类型 进行数据拼接的 返回一个新的字符串 第三个呢 就是实现两个整数相加的 好 我们现在增加上注释 刚才我们所写的这些呢 实际上都是属于方法的重载了 那么方法重载中 我们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参数类型不同 构成了重载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写一写 重载的第二种情况 也就是参数顺序不同 所告成的重载 我们刚才呢 是希望实现一个死均类型和int类型 相拼接 返回一个新的字符串 好 我们写上public static 我们返回一个新的字符串 所以呢 死均类型 我们起个名字叫做死均add 我们需要的参数呢 第一个是死均类型 比如说有一个username 接下来呢 有一个int类型的age 用户名称和年龄返回当前这个用户者的信息 我们就用username加上age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是把它更改一下 按control out加上下键 进行复制 那么如果我们要是直接复制 那自然就会提示报错 因为出现了相同的方法名字 但是如果我们接下来呢 对它的参数做一下变动 好 我们接下来把int类型的这个age呢 我们放在第一个参数 此时编译器就不再报错 所以当前这两种情况是可以的 也就是随着参数顺序的不同 它也可以构成重载 好 接下来我们来实验一下 死均add 那么第一个呢 我们传进去的食餐 我们传进去 steven 接下来呢 传进去年龄 比如说30 好 我们对它进行复制 control out加上下键 但是第二次我们传进去的时候呢 我们来传进去 14 名字呢 我们传进去Daniel 接下来我们执行 好 执行的结果 分别给我们输出来了 steven30和Daniel14 这么两个新拼凑的字符串 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呢 告诉大家 参数顺序不同 是完全可以构成重载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写第三个小的案例 也就是参数个数不同构成重载 现在呢 我们拿多个整数相加作为例子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先来写一个 两个整数相加的例子 好 我们来返回 它的返回值呢 那自然就是A加B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对这段代码呢 我们进行复制 control out加下键 如果我们要是直接复制 那自然会报错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将参数 我们做下更改 我们这是三个整数相加 那自然它返回值呢 就是A加B加C 此时呢 也不报错 好 我们现在再来复制一份 复制完了以后呢 我们让参数再增加一个 硬直行的D 我们让返回值等于 A加B加C加D 在每个方法体里头呢 我们都增加上一个控制台的输出 这是两个参数 这是三个参数 和四个参数 好 回到main方法中 我们调用 我们现在呢 先来输出两个参数的SUM方法 我们传进去两个时餐 一和二 好 接下来我们按Ctrl-Alt 加上下键 我们再传进去三个时餐 一二三 再传进去四个时餐 一二三四 好 按Ctrl-Shift-F 进行自动排版 执行 两个参数 给我们返回值是三 三个参数返回值是六 四个参数呢 返回值是十 都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们增加上注释 这就是方法重载的概述 在同一个类中呢 允许存在多个相同名称的方法 前提条件 参数类型不同 构成了重载 参数顺序不同 也可以构成重载 参数的个数不同 也构成了重载 其实啊 重载在面向对象的思想中 它的解释是另外一种方式 方法重载在面向对象中 它是指 对象的同一种行为 存在多种实现的过程 这就构成了方法的重载 比如说 同样是游泳 不同的对象 它的游泳的姿势是不同的 同样是吃饭 那么不同的对象 它的吃饭的过程 也是不同的 那么等我们学到 面向对象的过程中啊 我们再给大家仔细来讲解 那么希望大家 要记住方法重载 它的英文 叫做overload 那么即将在学到 面向对象的过程中 还要学习 另外一个 和方法重载 非常近似的一个英文 叫做方法的重写 它叫做override 那么override 它的英文呢 实际上有 推翻 践踏 代理 等等的意思 但是我们在程序中 往往都是把它翻译成重写 或者说 翻译成覆盖 所以希望同学们 能够注意两个词的区别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 就来看一下 方法重载 它到底都有哪些特点 那么第一个特点呢 自然就是 方法名称相同了 那方法名称相同 那么张瓦虚拟机 它是如何区分 不同的方法的呢 实际上 在调用的过程中 虚拟机是通过 参数列表的不同 来区分 这些同名方法的 那么也就是通过 参数的类型 参数的个数 以及参数的顺序 来进行区分 那么需要注意的 方法重载的特点就是 它与访问修饰符 和返回值类型 是无关的 那么为什么 它和返回值类型 是无关的呢 我们再来想一想 之前我们讲到 方法的调用的时候 我们说了 无论是有返回值的 还是无返回值的方法 它们都有一种调用方式呢 叫做单独调用 那么单独调用呢 也就是 直接在要调用者的 方法题里头 写上当前的方法名字 和参数 那么单独调用的时候呢 是不体现返回值的 所以 扎瓦虚拟机 就没有办法区分 这些虽然说 返回值 它不同方法了 所以请大家牢牢记住 方法的重载 与返回值 是没有关系的 好了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给大家讲解了 什么叫做方法的重载 同学们 先休息一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